端午晚会谁加强?河南晚会十分创意,没有局限明星大腕,用新颖的方式弘扬传统文化,画面唯美经验,其《龙周记》,丽人行让广大网友叹为观止。 14日端午晚会大排云集,网友普遍反映这种模式缺乏心意,只是依靠流量明星,宫琳娜与孩子们带来上下求索,气场全开,高音底气十足,十分悦耳。 白娘子赵雅芝深情款款演绎经典歌曲《甜蜜蜜》,《一袭白色长裙》,端庄大气,陈立农唱歌口行对错了,大部分都是演员演唱,网友不太买账,难怪河南卫视次次尾名,期待之后的晚会有更多传承本国文化的作品。